俄羅斯緊急救援人員 星期日出動直升機和氣展船 在薩哈林島海域 拯救被困在一塊浮冰上的675名漁民 救援人員用了將近8小時才將這些漁民救出 再次一些這些漁民就會隨著浮冰 飄越俄羅斯遠東地區冰凍的岳霍赤克海 進入大洋再沒有生還的希望 這些漁民之前得到警告說 強風可能會讓浮冰脫離主要的冰層 但是漁民還是決定要走在星期日 也就是他們在春天冰雪消融前 能夠在冰面打雨的最後機會 據報導沒有漁民在這次事故當中受重傷